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四讲提醒我们, 盐不能失去它的咸味, 不然撒在田里或堆在粪里, 就是当肥甜料和消毒的用途了, 都不再有用。 没有咸味的盐,只是辣子。 同样,如果基督徒没有基督的样式, 就只可当为废物来取离了, 让我们透过祷告谦卑的回应。 士比亚那些天父啊, 你是大而可惠的,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, 知道没有好的行为现成, 只有亏欠, 我们的生命完全是你的恩典所赎回的。 所以我们持愁, 你保守我们的信仰, 在人面前的见证, 都在你的恩典复辟之下, 在你安排我们所住的地方, 照圆,照光, 土地平直地, 求你是我们滋润大地, 让我们的声音在文化的当中显露出来。 文化在腐败的, 求你使我们有防腐的作用, 叫要出公义和怜悯,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, 有基督的样式, 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 阿们。 弟兄姐妹,你们好, 我是蒋牧师,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我们分享灵修的时间。 今天这个题目就是你的借口是什么, 在《路教福音》第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, 那个是一个故事, 耶稣讲的故事。 所以说有一个很有钱的人, 他就请客了, 请了很多的客人, 到那个延期的那个时间来的时候, 他就叫那个仆人去请那些客人过来。 但是那些客人就有很多的借口, 他说我又不能来了, 我又不能来了, 就这样。 那那个主人后来他就很生气, 他就叫他的仆人去那个城里面, 去请一些贫穷的、 残废的、狭眼的都来参加这个联系。 那这个呢, 我们就看看有三个这个借口, 他们就说不能够来这个联系了。 第一个借口呢, 就是说我买了一块地, 我必须要去看看。 那这个呢, 就是说他这个人看上地上面的财产更为重要。 那这个呢, 也不是一个成为理由的一个借口。 因为呢, 买地之前, 那你一定先去看看, 对不对? 你买了以后那块地呢, 也不会跑掉的。 那也可以就是说, 吃完这个宴会了, 我们才去再看那块地都可以。 所以呢, 背后的那个借口呢, 背后呢, 就是说我们, 我在那个地上面的那个财产比神的救恩更加的重要。 那第二个借口呢, 就是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。 那这个呢, 就是说我的那个事业啊, 我的工作啊, 我的生活更加的那个重要。 那其实呢, 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那个理由。 因为呢, 买牛之前, 那你一定要试试看, 对不对? 一定要要检查过的。 也可以说参加了, 完了那个研习, 我们再去试试那个牛都可以啊。 所以呢, 证明了这个人呢, 他的看重的那个事情, 就是他的工作, 他的事业, 他都觉得呢, 他的事业, 他的工作比救恩更加的重要。 神的那个救恩, 那个永恒的一个生命呢, 可以等。 第三个借口呢, 他的, 他就说了, 我才取了七, 答案结了分, 所以我不能来了。 这他的意思就是说呢, 他看的那个人的, 女人的那个关系呢, 还最重要的。 那这个呢, 借口呢, 也不成那个理由的。 因为呢, 这个人呢, 他一早已经答应过了, 他可以去参加那个宴会。 但是呢, 他临时的就说我不能去了, 其实呢, 可以说很不给, 那个主人家, 那个面子, 他更可以请他的太太, 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宴会吧, 吃完饭, 他有一生那么长的时间, 他可以陪他的太太, 对不对? 所以呢, 那个借口的背后呢, 就是说, 你等我处理好, 我与别人的关系, 我才去处理, 与上帝的那个关系, 其实我们与别人的关系, 在那个世界上面的关系, 最重要的, 第一个就是要爱神, 第二个呢, 就是要爱人, 当我们懂得怎么去爱神的时候, 我们就懂得怎么去爱我们身边的人, 那有人呢, 那有人都会觉得, 哎呦, 如果我的配偶他很爱神的话, 那他对我的爱是不是比较少了一点呢? 其实, 正正的那个情况是这样的, 如果一个人他爱上帝的话, 他会很爱他的那个配偶, 很爱他的家人, 如果你爱你的家人的话, 就请你不要复略了他们永恒的那个声音, 好不好? 请你不要再有那个借口了, 拒绝上帝对你的那个邀请, 接受上帝那个邀请, 掺障这个救恩的那个宴会, 好不好? 好, 愿上帝祝福大家, 拜拜!